美国限制俄罗斯60天恢复遵守中程导弹条约大限一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正式启动为期六个月的退出程序 外界担忧中导条约破裂将导致各国进入争相部署武器的新阶段 担心军备竞赛时代重新降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宣布 美国将退出和俄罗斯在1987年一同签署 对化解冷战紧张局面有重大贡献的中程导弹条约 有这32年历史的中导条约规定 美国和俄罗斯必须销毁所有射程 介于500公里到5000公里的弹道飞弹 以及地面发射设施 不过蓬佩奥指出 俄罗斯多年前开始就违反条约 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要退出 并已给足60天俄罗斯重新遵守条约 但俄罗斯依然冥顽不灵 蓬佩奥强调 美国退出条约获得北约盟国权力支持 尽管如此 在8月退出生效前 依然还有挽回的机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 在启动退出程序后 美国将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事应对方案 并将和北约以及其他的盟友和伙伴合作 阻止俄罗斯从其他非法行为中 获得任何军事优势 无论如何 美国准备和俄罗斯继续对话 俄罗斯外交部随即发文反驳 强调俄罗斯一直以来严格遵守中导条约 反之美国政府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俄罗斯将继续坚决反对美国在军备控制 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破坏性行动 一旦美国退出条约 将可在不受限制下发展新型武器 外界担忧 这或将掀起一场新的军事竞赛 冲击世界稳定 这样的军事竞一不少 除外这边 所以可以 varias案ительно 我们每个呃ργ tested